老花一美日一达 以后呢 家秘书了 来帮忙念一下问题 好嘞 我想请教一下 树梅裸根苗到手 身边没有盆土 店家说明根泡在清水里面 放阴凉处 你你你感觉是不是太刻板了 其实你要学会总结 你看 你念的时候 嗯 好下一个车玩 树梅 他说这个温热的水 要不要摘这么低 就看图片了 我跟华尔美说 在养花的时候 一定尽量的 不要选择去那种裸根的 因为你技术不够啊 再一个呢 这个水只要是不是很烫 他一般没事的 你不用紧张 你该种的种 像这种树苗 不知道跟华尔美怎么说 你如果是老手的话 你不会问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是新手的话 以后呢 尽量选那种带皮带土 才好的 尽量是用营养土的 一步到位了 少了到时候再换了 你看 下个臭膀 你像这种东西 两天使红蜘蛛怎么办 他说要要怎么办 不敢用水冲 那你不敢用水冲的话 可以用个别的方式吗 你比方说找个那种刷子 给它刷掉 再打点药就行了 一般红蜘蛛在夏季 高温干旱的时候比较多 之前的时候跟华尔美一直说 如果说有红蜘蛛 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 混合坚持打 连续打的三天不行就 我不相信还下不去雨了 下个臭膀说 叶片出现这个情况 什么问题 这种就是有病了 这个看到没 对 就是捉入了一个黑腐化水 有这种叶片 及时给它摘除 及时摘除 然后喷药 喷多菌磷也可以 下个臭膀说 北京 太阳晒多了 这个长开了 还能恢复吗 没事 这人家的长吧 一个俩的西叶子 你看 这种一个俩的叶子 你管他干啥 你不行 你给它剪了 它还会再长 不然你就喷点叶狼一号 你急啥呀 没长好 可以从头再来 这个东西 就像打斗笠组 还能洗牌 植物它的能力就在这 好吧 这这个植物的叶子 就像人的手指甲 头发 是一个道理 你看吧 剪了它可以再长 对 但是根都不行 下个臭膀说 对了 硫酸亚铁还黄叶子 你看到没有 硫酸亚铁 你知道是干嘛的吗 调节突浪酸碱性的吗 它调节 硫酸亚铁 已经在农业上 都被淘汰了二十多年了 它硫酸亚铁 有很多的缺点 第一 它容易被氧化 形成三架铁 不被植物吸收 再说你指着 它去调节突浪酸碱性的 你必须得配合柠檬酸 有那个价钱的话 价格就直比一番薯水了 甚至比番薯水还高 再说这个叶片的问题 它不是黄化病 它是新叶子长出来 没有原来的那叶子 那种绿绿的 新叶子长出来 是白白的黄黄的 不那么精神 那种才是有点缺铁 它这个不是 看到没 它这个就是积水 欧根导致的叶子 内部 它这个叫内糖 它这样发黄 明白吧 所以说这个不是 用硫酸亚铁的事 老叶片摘除 然后加强一下通风 适当地给点肥料 干了再浇水 表面的这个盆土太厚 看到没 把这个挖出来 太厚了 这不是说 你看尤其是叶卖线黄 就是因为积水明根 它不是流酸亚铁的事 下个周宝说 风车末里一个月 几片黄叶还有点烂 为什么 怎么办 一个多月了 一个多月前很热 夏季高温的时候 家族桃壳表现的状态并不好 和仙人长 兰花 多肉 还有这种家族桃壳 高温的时候表现不好 在秋天跟春天的时候 它是旺季 尤其是开花在春天 秋天也能开一波 应该买的时候就特别热 已经那个时候休眠了 现在天气慢慢冷了 还没有转换过来 着急施肥这那的 有点卷 你看叶子有点卷 这种就是肥大 太着急了 好了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像花鱼的这个风车末里呢 可以缓一缓 别着急了 哈哈 好吧 然后这个根 就没必要摆得 跟那个八卦症似的 给它挖出来一点 让它根部得到一个呼吸 下转机呢 可以视频下留言 这是小影 我是老花一 杨花翠左影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